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瑪雅路上斯拉布的一個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一個Twitch的實況主 這個位置叫Twitch Mon...Monzon... 怎麼唸啊? Monzon...Monzon...Mon...Monzon... 我直接這個日文槍 唸不出來這個發音 Monzon AOE 是一個瑪雅的一個玩家 好,那瑪雅的話算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弓箭文明國家 村民會獨家一 耐生少食物,持續支援15% 公兵的話在帝王便宜30% 封建10% 城堡時代20% 相當多的一個文明 好,那再來看一下這邊 斯拉夫 斯拉夫在我們之前影片有出現過 農田非常的便宜 然後工程器單位也很便宜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耕田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工程器非常的便宜 這邊 斯拉夫的話算是一個非常硬的文明 打工兵國來說也算是蠻好打的 因為工兵國的話 斯拉夫只要輸奴兵跟投資車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 也算是康可一種工兵文明的一個想法 但是瑪雅比較特別是 他的工兵比較有機動性的 算是一個會跑步的老鷹拿著弓盡的感覺 這邊的話工程器奴炮可能就不太那麼好打 還有這個投資車 可能就會被一個瑪雅與射手的位秀翻了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那斯拉夫的位置是在7點鐘方向 約8點鐘 瑪雅的位置是在3點鐘跟4點鐘方向 其實兩邊算是對相對位置喔 其實蠻近的 這邊打快攻的話相當好打的感覺 感覺這場比賽不會戳太久 這邊加速一下 那這兩邊感覺上是要打一個棒棒了嗎 瑪雅打棒棒也是蠻好的 好,都選擇四目開局 那有可能會打棒棒或者是小弓都有可能 那斯拉夫這邊幾下可能是20匹肉麻 這邊已經 這個連20匹都沒有,這個是18匹阿 然後他的肉麻還送掉了喔 喔這個老鷹撞PC 但是 斯拉夫這邊沒看到 哇可惜 哇他這邊 肉麻送掉了 確實欸 瑪雅這邊有個擊殺 然後這邊村民數19,人口19 哇這邊撞TC的樣子喔 那這樣子的話 斯拉夫前期的一個瑪雅就快攻會成功嗎 好那這邊 瑪雅也上了城堡 不是,避風箭實彈 那再挖金呢應該是要出小弓 喔這邊肉麻只有兩隻 打到的效果不太好 我本來想要鑽進去喔 但是瑪雅這邊臨時蓋個防止 讓對面斯拉夫有點害怕 不太趕進去 然後後面開始在家裡圍 防止了 開始圍開始圍 好家裡冤金在外面了 還是要放個箭塔比較安全 既然被騷擾得太嚴重 那個金不能挖 對嗎 就是一個致命傷 因為是因為小金在裡面而已 剩下外金 小金都在外面了 好那斯拉夫這邊金 位置就比較好一點 雖然是防止裡面 但是還是有可能被騷擾到 如果這個會插個城堡 這邊還是會爆開 好那這邊 喔轉出了戰馬 好我跟小宮的一個組合 稍微騷擾到 但是因為這裡有箭塔的關係 導致這邊騷擾 效果並不太好 這邊直接一個雙採礦營地喔 那常常會有實況 在我實況的人 觀眾說為什麼要蓋兩個採礦營地 那就是因為你看 如果蓋兩個採礦營地的話 這邊臭門就可以直接回去 就不用這邊走來走去 這邊放進去再放回來 所以就會相當的採集速度又很快 就可以減少那個走路時間 好那斯拉夫 所以我兩邊都是受傷了 這兩邊都上了城堡時代 時間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要來打一個 瑪雅 弓兵升級開明嗎 我們要選擇了回撤 要來救嘉莉喔 這個 可能是覺得對方 城堡時代也上了一段時間 可能弓兵就很不太多 打騎士不太好打 因為只有八隻而已喔 選擇回救可能更舒服一點 這邊戰馬直接白掉 一隻 這個戰馬很偷 再來一隻嗎 哇沒有 OK走掉了 然後這邊騎士走過 來來砍這邊 挖金的村民 這邊 真旅 喔唷 差點被投死 真旅走得好耶 這邊後面的 內憂也解決了 投死車準備蓋起來 開始投一下 四元商兩邊都是在小打小鬧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選擇了奴炮 而不是投死車 奴炮出來 可以對這個戰馬 嗚喔 這邊一個包擦完美 才剛講完這個奴炮就沒事做了 直接送光 那這邊瑪雅的話又很被動防守 因為這邊現在經濟上來說 瑪雅雖然是暫時領先是3TC 第三個TC更開 但是斯拉夫是雙TC 還沒有3TC喔 村民稍微落後 那這邊斯拉夫要繼續給瑪雅一些壓力比較好喔 不然這邊經濟差距會越大 果然放下了BK 斯拉夫意識到自己這邊要給對手更大壓力比較好 那這邊按下了奴炮 斯拉夫奴炮也是很便宜喔 每個工程系都超便宜 喔這邊城堡壓這個位置 相當好 高地右黃金黑手 這邊也稍微守得到 那這邊再插個城堡的話 正面兩邊城堡就沒問題了 這邊要看一下這個大軍壓盡 這邊果斷壓下了10強 做防守 OK 喔唷有洞喔 好險他後面已經圍好10強了 不然這個被鬧進來真的會很難受 那這邊衝車還是持續的在做騷擾 衝車來做防守一下 OK看到這邊直接第一下要城牆 但是下面這邊一樣沒得做事 好那這邊選擇後撤了 前面就不想打了 這邊有這個少戰的視野 OK那這邊轉出了 瑪雅 的羽毛劍射手 他的名字真的很老實欸 要唸完整的話蠻老實的 我們都叫他羽射手 老一點玩家都會這樣叫他 叫他羽射手會更快一點 羽射手 只唸他第一個名字 OK 然後史達夫目前是暫時領先200分 但是臭屏樹落後大概18村左右 但這邊史達夫似乎意識到什麼 我覺得好像那邊樹不愧挖穿了吧 再來看一下有沒有樹木挖穿的情況 欸看了一下 欸沒有趕快走 不要被發現 但其實這邊都已經被瑪雅看在眼裡了 這四次也是有看到 欸但是這邊瑪雅卻沒有點下瞭望技術 所以他地圖像是蠻黑的一個狀況 OK那這邊瑪雅的奴賓很多 但是還沒有damp到血 所以現在會有點missmiss的 這邊是要打出奴賓加上羽射手的一個搭配 這邊加速一下 兩邊應該是不會打起來 因為兩邊都在上門帝王時代 兩邊都不想要損失這邊的精英部隊 都應該是想要打個帝王timing 好高端的分段都是這樣子 都是會想要打 升級好再開戰比較好 不然一直被白換不太好 像這樣子情況就直接被換掉了兩個 羽射手很虧 喔只有一隻而已 好我以為剩兩隻 OK沒關係 永歐怕的話 這邊 想要做個攻擊 但是因為 距離有點遠 做一個防守也不錯 這邊高地巡邏 欸斯拉夫這邊按下了衝車的升級 看來是要打一個正面硬剛囉 有想法 這邊衝車如果這樣正面 應該也可以吸引這些箭矢的火力 還算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 瑪雅上帝王率先升級的是強奴跟化學 三級升已經研發好了 現在是5加3 大尾炮小就變5加4 防禦還沒有升 然後這邊斯拉夫選擇的是三級馬凱 但攻擊也沒升 但重裝變升快要好了 這個要抓到了嗎 哇 這個會看到嗎 沒看到 羽射手在下面 看到下面很多羽射手趕快退一下 有點害怕 好 但是衝車來了喔 著想一開始 上面到處都兵 OK變身 打出來 一個變身重裝騎士 硬上這邊 羽射手 但羽射手傷害也是很高 好 攻擊力全滿 攻擊力是5加4 攻擊力有9 但跑速也很快 我這邊 箭矢騎發 直接把對面的騎士給趕走 好 衝車在這邊 持續都輸出 但是這邊衝車把我往回拉一下 這邊 城堡多TC 也帶對手的兵 阻力也在這邊 哇 這裡戰寶直接完全白給 好 那這邊 斯拉會要轉出更多的奴炮呢 有沒有轉出奴炮 那這邊 不太清楚 想要做一個 怎麼解這些弓箭手 不轉奴炮真的不行喔 這邊還是選擇按下一些奴炮 不然這邊弓箭手 騎兵數量不夠多的情況 還是很難抓掉全部 除非像這種 小隊還是可以的 這邊 有來一些 村民一副 目前是差距24隻 好 瑪雅打出目遠投 開始一個城堡投石 這邊 騎兵一直想要打 找一個破口打 順便守黃金 但是上面這邊黃金 已經被投石了 這邊在存奴炮 重裝奴炮也升級好了 攻擊力16 但是化學還沒有好 OK這個 哇 這個奴炮給的傷害很高 哇 有一半的部隊已經殘血啦 很讚 但是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 瑪雅與射手跑比較快的原因 是奴炮在射的時候射不太到 在動的時候是很難射到的 可以用一些操作來秀一下 在這邊 瑪雅能秀操作空間幾乎是沒有 因為這邊騎士硬A了上去 騎士硬追的狀況下 瑪雅與射手是幾乎沒有輸出空間的 因為後面還有奴炮追趕 OK那拉得夠遠的時候就可以回到提示一下 開始射是沒問題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親戚被人偷砍 這邊有在做探查 然後這邊奴炮硬上頭子車來做一個奴兵 解換 但是這個 真鋁是不是要送光啊 哇這個頭子只投到一炮奴炮而已 但是前面其實是不知道送光 這工兵數量很多耶 哇賽大概有50隻的工兵 那這樣子 瑪雅可以開始秀這個奴炮了 來了瑪雅開始走位 走位走位再走位 哎呀怎麼走位都射不到啊 這個就是瑪雅與射手的厲害之處喔 還是有射到一點 但還是走位躲掉蠻多奴炮的傷害 那這裡奴兵也在做反擊 奴兵還是蠻多 還有20隻 但是這邊應該是要繼續暴武射手跟 這邊要轉出老鷹了 那兩邊經濟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目前黃金庫城比較多的是斯拉夫 斯拉夫這邊錢還是很多 所以斯拉夫可能在考慮不要上遊俠 但是遊俠要有的肉很多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斯拉夫的肉很少 只有20片田 感覺是沒有想要打一個主騎士的想法 反正是要打工程器嗎 主工程器但很危險 因為瑪雅已經轉出了英勇士 他在英勇士的時候還是有黃金火的喔 血量是100滴的老鷹欸 哇 這樣子 所以很尷尬喔 你這樣子走過來 斯拉夫這邊肉少 騎士少很難解 這個英勇士 但是弓箭的部分又跑得很快 奴炮也追不上 這個機動性來說 瑪雅完全是碾壓斯拉夫喔 完蛋這邊數量很少 騎兵可能會被瑪雅與射手直接放光光喔 哇你看這邊兩下死一隻 射速多快啊 這邊直接走了進來 哇直接上了中心點的經濟啊 完蛋 這邊馬升七隻 奴炮 想要過來做防守的奴炮 沒辦法做得出一個很好打擊 現在到處都在做 騷擾 奴炮 想追也追不到 六台奴炮 追馬 與射手真的是太吃力了 但是為什麼斯拉夫這邊挖黃金挖得很兇 他挖了42村去挖黃金 但是家裡挖農田的村民是非常少的 好這邊村民回去採農田 反而被射光光 他家裡有爆了更多老鷹 想來拆這個遠投 這個老鷹 唉唷 他不是想拆 喔路過而已 他想要跟這邊羽射手做會合嗎 想要來保住這一團羽射手 好村民去來解變奴炮 喔有想法 打開帶子 英勇士這邊只有生意攻 防禦是生到滿的 防禦遠程是8 英勇士在這邊做防守 還有奴兵在做遠投的防守 但是斯拉夫這邊經濟出了問題 這個調配問題很大 這個是窮到只剩錢啊 斯拉夫是不是要把自己玩死了 唉唷唉唷唉唷 有人丟到奴兵 這個士兵有點可憐 OK 反擊 斯拉夫應該沒問題 這個遠投也是很便宜 喔這個奴炮也被解光 這裡一個閃陣 稍微躲一下 英勇士再過來 做個牽制 這邊趕快 喔趕快去殺老鷹 不然這個要被拆光了 剩下兩台 兩台你要怎麼去打這個女射手啊 應該是打不贏了 就斯拉夫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會想要轉出一些戰矛 離不得已喔 那轉戰矛又會被英勇士Counter 這就是女射手給的最大麻煩 機動性太好 奇兵也追不太到 雖然還是可以追到 但是效果沒有非常的卓越 這邊英勇士上來一個硬拆遠投啊 欸不對 他直接一個路過 欸這什麼意思 這是失誤嗎 欸對他發現他失誤了 趕快回去再拆遠投 這邊英勇士直接一個硬靠村民 來阻止這邊城堡維修 這邊英勇士要上來 這邊有更多的工兵 看我女射手在做 做防守 那這兩邊的攻擊力都還沒有升 都只有升防禦而已 唉唷這個城堡可能快掉了 這裡抽出很多 對這邊麻造成大量巨量的傷害 哇很難受 斯拉夫超難受 這個遠投該不會解不掉吧 哇剩8滴 一下8滴都解不掉 尷尬 真的尷尬 怎麼辦了 斯拉夫陷入絕大的困境 雖然這邊轉出了很多的農田 但是也才多個12片田 可能要再轉出更多更多更大量的村民跟農田 好這邊確實按下很多村民 他發現到自己村民實在太少 經濟很慘 只有黃金 但是沒有任何其他的資源 沒有辦法爆出他自己想要的兵 這邊麻糾的量也很少 好 三馬就跟2BK在做一個生產 軍事單位的 嗚 這個奴炮上過去很帥啊 好像 好像沒什麼用 這個奴炮是不是過癒了 這個 呃 說好的奴炮屌打工兵跟戳戳呢 我怎麼覺得好像 不是了 戳死了 啊 確實奴炮也殺了蠻多的工兵跟擊兵的喔 還是有啦 但是效果沒那麼卓越 因為對面是一個閃陣的喔 沒有全部並排在一起 所以造成這個奴炮的效果沒有到非常好 完蛋工程師全部被解光 家裡經濟也爆開 這邊要開始用城堡做防守了 哇那這邊斯拉夫會很難打喔 沒有遊俠 錢也不夠了 黃金不夠 這邊還在繼續執意要出奴炮 哇 這裡有五台奴炮 喔不是 五台遠頭 我猜 城堡速度很快啊 哇直接倒了 這個城堡倒了可能會喊就GG喔 那個我看就是撐不太下來喔 等一下這邊戳戳 打奴炮 效果也沒很好 因為太近了 只要守不住正面的話 奴炮的效率就沒那麼高 但是不出奴炮不行 這邊要轉出戰錨也為11碗了 這邊一個遠頭上面拆掉 這樣已經被鬧 村民 雖然現在斯拉夫領先 但是正面部隊遠遠不足 可難搜 好 斯拉夫打出了GG 好來我們看一下 後面戰機的部分 哇賽 瑪雅全勝 軍事經濟科技 社會全部都贏 但是軍事單位 確實是斯拉夫的優勢 因為 單位比較精良一點 但瑪雅就比較便宜 這邊史物採集贏 木採也贏 那黃金採集也贏 只有石頭贏對手而已 那斯拉夫這一場打的 比較算是 出意料 肉採集卷 蘇瑪雅弓箭骨 可是他可能太大意耶 覺得多採木頭 跟黃金就夠了 用攻城器來對付對手的一個想法 沒有料想到 斯拉夫還是要靠騎兵 來做一個鎮壓比較好一點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